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三个字是吉祥与子子孙孙一世一家的简称 令人称奇的是 工匠巧妙利用白色玉壁上的墨玉部分 雕琢出一对活灵活现的龙 双龙出没于祥云之间 龙体粗壮刚健 昂首挺胸 张口鹿尺呈腾空飞奔状 这两条龙造型充满动感 构图均为中国传统的S型 线条流畅 姿态优美 充满着动感艺术的韵律美 这件姨子孙玉壁 玉制上乘 雕刻精美 是中国汉代玉器中的家庭 它除了继承战国时期玉壁的基本特点以外 还有所创新 玉壁的壁身略厚 而且尺寸较大 工匠在雕刻过程中 还运用殷刻线的手法 来突出图案的轮廓 这件东汉姨子孙玉壁 以体型大雕工精湛著称 它是目前中国国内唯一一件 刻有汉字的汉代馆藏玉壁 姨子孙玉壁是1982年在山东省青州市盘访镇的马家种子村被发现 发现的过程十分偶然 82年有一个同志发现 有个小孩用一个绳子脱出个白衣的东西在满街跑 当时他看到很珍贵 也很珍惜 所以就马上报告我们 我们派了同志 到了去调查 问他在什么这儿出来的 他爸爸告诉我们一个过程 他说他们村东边有个种子 种子里有很多砖 老百姓都挖砖来盖房子 他就挖的时候发现这个玉壁 随着姨子孙玉壁被发现 青州博物馆馆长夏明才认为 在青州市谈访镇这附近一定有一个大型的汉代墓葬 夏馆长在村民的指引下 果然发现了一个中国东汉时期的王室墓葬 青州市谈访镇的这个大型墓葬 有高大的风土和结构复杂的墓室 汉墓平面为甲字形 南北长十四米 宽十米 结构模拟地上的建筑 为砖契多士墓 由墓盗 永盗 前世 后世回廊组成 他与此前发现的 斯王刘金 中山简王刘烟的墓葬形质 基本一致 这座墓葬因为多次被盗 再加上村民取土等原因 墓顶已经塌陷 但考古人员还是从墓中出土发掘的许多珍贵文物 包括陶器 玉器 青铜器 车马器和金银器等 其中与这件姨子孙玉壁一起 作为丧葬玉的还有一件金铝玉衣和一个手握玉珠 玉衣就是用玉片编织起来做成的丧葬服 汉代的皇帝以及贵族去世后都要穿玉衣下葬 按照级别 玉衣分为金铝玉衣 银铝玉衣以及铜铝玉衣 金铝玉衣就是最高级别的丧葬服 只能用于王室成员 这件金铝玉衣虽然已经残缺不全 但是我们仍能大体看到这件玉衣的形态 一件完整的金铝玉衣成人形 要由两千多个玉片组成 要用金线一千余克 类似一个玉制的铠甲 形态十分壮观 古人认为 死时不能空手而去 普通的百姓去世 手中大都握有几枚铜钱 而王孙贵族在死后 手中则要握着象征着财富和权力的器物 新石器时代是以兽牙握在手中 商周时期死者手中多握着钱币 到了汉代则在长圆条玉柱上 用简单的线条 也就是汉代最常用的汉八刀雕法 雕成一只玉珠 因为珠是财富的象征 因此玉珠成为汉代最流行的玉握 与姨子孙玉璧在同一墓葬中的这只玉珠 体态修长 紧头部进行了加工 紧紧几刀就刻画出了珠最根本的特征 中国汉代人认为 玉石能使死者的尸身不朽 根据后汉书李仪志夏记载 诸侯王、列侯、公主臂 皆令赠玉甲 也就是说 只有诸侯王、列侯和公主死后 才能穿玉衣下葬 而金履玉衣只能是王一级的人死后才能穿 专家由此认为 该墓葬的主人应该是中国东汉时期的一位王 但这件以子孙玉璧的主人到底是谁 对此研究汉墓的专家们有一种推测 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 汉景地史将现在的山东北部地区分封为齐郡 东汉改为北海国 光武帝28年 册昏光武帝第6子鲁王、刘兴为北海王 其辖区包括16个郡县 涌出元年 狼牙郡、平昌县又被划归北海国 管辖范围已经包括现在的青州 而青州的潭榜镇的马家种子村 刚好是在北海国的管辖范围内 并且该墓葬与青州定县北庄中山墓王 刘畅墓相邻不到十公里 由此推测 该以子孙玉璧的主人 一定是东汉北海国中晚期的一位国君 而且应该是鲁王刘兴的后人 由于考古人员在墓葬中 没有找到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物证 因此这座墓的墓主人 究竟是东汉北海国的哪一位国君 目前还是个谜 据专家介绍 以子孙玉璧属于炼葬玉 汉代贵族在下葬时 其尸体的胸背处往往会摆放一些玉璧 这件以子孙玉璧 应该放置在墓主人的玉衣上 或垫在死者背部 这件东汉以子孙玉璧 是中国目前唯一一件 刻有汉字的管藏汉代玉璧 发现以子孙玉璧的墓葬 因多次被盗 我们已经无从知晓 玉璧当初放置的位置 但是玉璧上所刻的以子孙这三个字 却反映了墓主人生前的一种思想 山东青州在中国汉朝 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 他与孔子的故乡距离不远 因此青州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这件玉璧上的以子孙三字 就属于儒家思想中孝道的部分 以子孙最早出现于诗经 诗经中有 以儿子孙成成熙的诗句 意思是贤德的母亲能够使子孙贤德 专家说 以子孙是常以子孙的简称 常以子孙是一个家庭的长辈 对后代的要求和期望 希望自己建立起的家业 包括家庭伦理以及财富等 能被妥善继承 使儿孙们在自己创立的基业中 能够安享富足的生活 以子孙是其中的对子孙保佑的意思 古人比较亲密 另外有传统的卢家思想 在里边 他把这个玉璧 克成罪状品去签 就坑这个以子孙的 以子孙的目的就是叫 他的上背 父背 把这个玉璧带下去 保佑 在活着地 他的自子孙 永远幸福 永远拿考 这么意思 东汉是中国历史上 少年皇帝最多的朝代 在东汉近二百年的历史中 共有十二位皇帝 其中未满十六岁就即位的皇帝 竟然多达九人 除光武帝刘秀 明帝刘庄 县帝刘邪 活过三十六岁以外 其余九位皇帝 均未过三十岁 由此导致东汉皇室 对其后代的身体健康 十分重视 所以在东汉皇室 墓葬中出现代有 以子孙三字的玉璧 就不难理解了 东汉的皇族们 希望借以子孙玉璧 保佑后代 能够人丁兴旺 长命百岁 而玉璧上雕刻的双龙 强壮刚健 也代表了东汉皇族们 希望他们的子嗣 能有一个强健的体魄 以子孙玉璧 由于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成为青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他除了彰显牧主人的 高贵身份以外 还反映出儒家文化 对汉代人的影响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 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感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